三哥來畫面接過來 拜託你以為我有多盡責想要看作業嗎 呵呵呵 來看 放心啦我們一定是很少出作業啦 我們這邊看一下我們先講幾個東西 第一個煮光跟補光的強度比 還有就是煮光的顏色色溫這件事情的問題 不過因為IPR不能開實在是很痛苦 怎麼可以爛到IPR不能用真的是 我們現在看一下先打一個弄一個球體好了 create的一個saphir隨便 再create的一個nervous的一個plan 然後再把這個plan把它拉大 把它稍微調一下位置 然後現在呢我需要那個做一個 燈光可能也許是一個directional light 做一個scale的動作調一下位置 OK 再來呢 這個 燭光呢 就給它一個簡單的shadow好了 damp map shadow OK 所以它算出來就這樣嘛對不對 好我們現在可以把它拉近一點 OK control alter按著不放 由左到右拉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我現在框選的這個範圍會被放大 OK 那我現在呢在做一個 ambient light light ambient light 然後這個ambient line把它拉出來 它現在呢我要調它的intensity 它的intensity呢現在是 0.1好了 所以我們現在呢先 算一張圖 這個是 等一下 我現在看它怎麼樣弄 這樣子好了 我算一張圖 我需要 OK 然後這個ambient shade 我現在看ambient shade OK好就這樣子 上去 好算一張圖 好把它存起來 再來我們把ambient shade的 ambient light的這個亮度 從0.1把它加到 點 5好了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這兩張圖的差別是 ambient light的 強度改變 但主光沒有改對不對 沒錯吧 那我再 存起來 我把ambient light的亮度降到 點 零 1 應該可以吧 謝謝 所以我們現在呢 這樣比對一下 我問你一件事情 你自己對一個環境的觀感 比如說你在晚上的時候 室內如果只有一個蠟燭 你覺得 在那個光 的 這個照亮那個環境 比如那個房間 照亮你的人的時候 它的暗部應該會怎麼樣 如果整個房間只有一個蠟燭的話 很暗 很暗 對 OK 所以那再來就是比如說你在 你在一個 應該說天氣還不錯 但天上都是雲 的時候 就有雲 然後陽光也強 那我問你它的暗部可能顯示的會比較這三張圖哪一張 可能你會覺得 偏這個吧 對不對 好所以其實我們要講的一件事就是 這個地方是所謂的主光照亮的區域 這個是所謂的補光照亮的區域對不對 所以有一個名稱叫主光跟補光的一個強度比這個其實應該要記一下 Key to feel ratio Key To feel Rachel 就主光跟補光的一個強度比這個非常重要 To feel 這我是不是要打 Google這樣子可以打吧 嗯 主光跟補光的強度比 它會影響到什麼影響到你對一個環境明暗的一個認知 所以 我們 在打 一個場景的時候 其實你要注意就是那個場景的那個亮部跟暗部的一個強度反差到底是大 還是小 所以你在打燈的時候你務必要收集一些照片當你的那個lighting reference 不要就是直接就打 所以 第一個就是 注意打燈的時候要注意主光跟補光的強度比 我們剛剛的主光是什麼 directional light 補光是feel light對不對 第二個呢是 你在判別 這個 這個環境到底是白天還是晚上 除了主光跟補光的強度比之外 你還會根據什麼來判斷 色溫嘛對不對 所以呢像我現在如果說我的ambient light 我先不要管我調一點點好了 0.148 主光呢我現在可能本來是白色的 我們先算一張 因為還是要做比對喔 我們這邊呢可以試試看 比如說我設一個 淡淡的黃色 不能太強喔 算一張 這是一種 這個黃可能還不夠 再太強了 而且應該好像要偏一點點 橘對 而且它的saturation還是太強 OK這慢慢開始有感覺了 就是可能 像這樣的一個顏色 你就會想到的是 太陽可能是剛升起來 或者它剛落下的時候 造成的一個 一個 燈光的一個結果 對吧 好 那再來如果說是晚上 晚上的話可能它的顏色 它可能會是在這一區 有沒有 晚上可能會有點點紫啊 有點點藍 對不對 懂我意思嗎 所以 你在打燈的時候 你要判定的東西很多 第一個有色紋 第二個主光跟補光的強度比 OK嗎 還有就是什麼 像影子的一個 銳利與否 這個其實都很重要 影子的銳利與否 剛剛講過 根據什麼來做 設定 如果是戶外的話 你天上有沒有 有沒有語言這件事情 是非常重要的 OK嗎 如果室內的話 就像我們這個 環境啊 光源太多了 所以你的影子不可能太利 懂意思嗎 除非你光線是 只有一個燈 比如說只有一個 一個SPA light照你好了 就是一個SPA light 一個圓墜型的燈光照你 然後這個燈光之外 沒有其他燈 而且中間沒有什麼 灰塵之類的東西 去阻擋這個光線的前進 可能它打出來的影子 其實就會非常的 V OK嗎 所以你等一下呢 你可能 我想想看 這一段 我們也剩六分鐘而已啊 所以 我們還可以玩什麼呢 可以玩一些很無聊的東西 來 我想到了 因為剛剛的東西 其實我覺得 叫你操作 其實 沒有什麼好操作的 太簡單了喔 我們看一下 我現在叫一個這個 Point light出來喔 這個點光源 點光源呢 它有一個所謂的Pulse effect 就是它的一個 後製的效果 它是在Light effect裡面 我們看一下 Light glow Light glow 我們這個效果 真的是Light glow嗎 我有點沒信心 喔對是這個沒有錯 OK 等下把它改了以後 我都很害怕 有沒有它是一個glow type 跟hello type 雖然它的現在glow type 你可以改一下 比如說 exponential 有沒有 你看各種東西 其實你可以自己玩玩看 如果IPR可以開的話 你就可以亂調 這個都可以調的 那這個時候glow如果關掉 我們看它的hello 現在是linear 有沒有它有這種東西 對 但是它這邊是不是都可以調 有沒有注意到這邊的東西 什麼東西都可以調 你可以自己調它的glow attribute 跟hello attribute 它甚至還有一個東西 叫做lens flare 光斑喔 光斑 我現在調的是什麼 hello 所以hello的這個 強度太強了 我把它調多一點 再加一個lens flare 所以你有沒有看到 有一個光斑就出來 喜歡你們對這個 好像比較有感覺 叛徒 好啦 自己玩玩看就在這邊喔 就是點光源打開來以後啊 點光源打開來以後啊 去找裡面的那個 Ctrl A 這樣再一次 它在那個optical effects啊 它在那個optical effects啊 這邊有一個 fly glow 那這邊是本來是一個 漆盤撞按鈕 點進去以後就是它的這個 光學的一個效果 那光學效果裡面呢 主要有glow 有hello 還有一個是lens flare 可以嗎 那你就自己玩玩看喔 IPR可以打開來喔 IPR如果能開的話 這個邊調邊看 其實還蠻好笑的 我覺得啦 而且它還有黑沙跟flag 有沒有就是這種形狀的 OK 自己玩玩看吧 OK 好 今天就講到這裡 OK